林先生一上场就提出了离婚 理由是妻子林女士极端而疯狂的举动让她无法忍受 而林女士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丈夫林先生 她说林先生才是破坏婚姻的始作俑者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时她怀着孕 丈夫林先生在一家私营企业当厂长 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 她就发现了林先生手机里的秘密 身为厂长的林先生和工厂里的某位女工交往过于亲密 起初她并没有生长 2012年我生我家小女儿的那一年 在还没有出生之前 她已经跟那个女的联系上了 已经在一起 我知道 那个女的跟她在一个厂作室 在我生女儿在医院的时候 她都一直跟那女的在视频聊天 泼斥着联系 你都知道 我都知道 我睡在那里不能动 但是半夜三更的 她在外面的走廊里 跟那女的视频聊天的声音 她的声音很大 我全部都能听得到 她什么 那个视频聊天 她现在她都说 我跟一个女的 如果电话请你 她说我跟人家就有关系的 就有一腿了 问题是有没有那些视频聊天 视频聊天以前有过 后来没有 是跟她怀疑的这个人吗 不是这个你的 那以前跟那个你的根本也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其他的朋友 对对 普通关系的朋友 对于刚才林先生所解释的 不对 她唯一就是跟这个女人聊的最多 而且等我回家了 女儿有半个月了 半个月的时候 她想方设法的 跟那个女的去福州旅游 那个时候我正在半个月 还没满月 她打翻了飘飘亮亮的去 我知道她出气 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真的有那么忙吗 你仍然没有点破 我没点破 我问她你到底有那么忙吗 后面她就关机 我都出去办事情 出差 出差 对 不是旅游 我跟她说 我说公司派我出差 我都出去办事情 老板没那么啥 哪钱让我在你人气里 当没有被说成有的时候 是最让你恼火的事 我比他 她说我比他还大声 她说我理直气壮 我没有 我肯定比他大声 但如果有 我肯定不敢成声 林先生理直气壮 断然否认妻子 李女士的怀疑 李女士说 当时她发现了 丈夫的异常举动之后 之所以忍着没有声张 是因为她希望 丈夫林先生 能够有所收敛 她曾多次旁敲侧击地 提醒过丈夫林先生 然而 她的隐忍 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理解 相反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女儿满月的酒席上 林先生竟然带着那位 她从未谋面的工厂女工 公开出现在 众多亲朋好友 和她的面前 我女儿满月我还在忍 那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满月的那一天下午 要去吃半满月酒 她跟她的一个徒弟 开着车 欺败了个女的 身边还一个女的 他们两个人 接到我们的桌面上来了 而且还坐正桌 你是说出席 你女儿的满月酒 对 这个是我最想不到的事 我坐的角落 她把那个女的安排的正中间 那怎么介绍怎么 当时我都问她 我把她拉到一边 我问她 我说你今天是很了不起的 情人 老婆 孩子都到场了 你到底要干嘛 我当时很想闹下去 我朋友都不在劝我 今天是你孩子的满月 你要忍下去 孩子的满月 大家来是给你高兴捧场的 而不是来纠结你这些事的 他你事情完了 你再怎么弄 那是你们的事 当时我就想